第十四届全国大选的脚步已经越来越靠近了 各方阵营现在都在摩拳擦掌准备迎战 国阵那里呢 身为大家长的首相那级就继续领导 希望联盟那里呢 他们就端出了曾经掌大权22年的前首相马哈迪 来作为他们现在的首相人选 然而这两代首相之间的对决 也不是所有选民都买账的 最近在浙江媒体呢 就有人发起了hashtag only rosa这样的运动 就呼吁选民呢要在大选中投废票 对于有人呼吁选民杯葛来接大选 希望联盟的总裁马哈迪今天就告诫这些人 千万不要浪费手中的那些选票 他强调投废票或者不投票都是狭隘的想法 会让他的对手就是国阵得力 为了遏制这个投废票的星星之火在社交媒体扩散 93岁的敦马呢 就来一招江湖是江湖了的网络版 就录制了视频上传社交媒体 直接向网民喊话 拥有250万面子书粉丝的马哈迪 除了拍短片呼吁网民不要投废票 今天也在布城办公室主持了西联主席理事会会议 并和以众领袖召开记者会 马哈迪重申 一旦西联入主不成 他们将限制首相任期不能超过两届 而掌权经验丰富的马哈迪 在发言时似乎也以自身经历告诉大家 两届任期足以施展一位领袖的报复 另一方面 在被问到伊斯兰党准备上阵130个国会议席 并放眼赢得简单多数议席 以组建政府时 马哈迪先是语带讽刺地抛出了一句 他说太棒了 然后再次认定伊斯兰党 是来接大选的破坏王 而不是造王者 至于身为希望联盟首相人选的马哈迪 在被记者追问是否已经决定 来接大选要上阵哪个议席时 他依旧卖官子 他说只要时机一到就会做出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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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只要快造成版本 还会做出宣布 赢了不来 我怎么会做出宣布 他们的但是坏王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